好 事实上可以说明金城真的是在演艺圈里面 人缘极佳也因此宙视消息传来之后呢 其实第一时间他自有屈中恒 妥中康 也立刻赶赴到医院来协助处理后事 而回顾明金城过往演艺录呢 曾经演出了多部的八点档 也因为他的名字其实蛮容易跟金城武来混淆 他也曾因此呢和这个艺人谢子武 两个人曾经一起主持谈话 而节目的名称就叫做我爱金城武 好 另外像是他也曾经出演过麻辣仙丝 之后呢他是眼儿优则倒 作品呢大多是以偶像剧为主 包括像是有恋爱女王 还有我的秘密花园等等 没料到正直壮年却传来不幸消息 完蛋了 在镜头前搞笑演出毫不在乎形象 明金城多年前参加麻辣仙丝电视剧演出 让他一炮而红 也成为许多民众童年的回忆 没错 我现在已经百分之百的了解状况了 所以你们放心 这件事情就交给主任来处理了 多部快乐人口的戏剧 不只麻辣仙丝 还有我的秘密花园 十八禁不敬 明金城也参一脚 曾经红透半边天的戏剧作品 几乎都有他的身影 多一热血青春作品起家 但明金城并不只想专注于演戏 眼儿优则倒 2003年退居幕后 转战导演之路 指导过多部电视剧作品 在演艺界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演艺之路看似走得顺遂 但情路却始终坎坷 事实上明金城有过两段坎坷情史 在2005年直到双臂传说 和艺人郭婷婷因细深情 但恋情只维持半年就分手收场 更曾和歌手阿令的姐姐黄丽交往 两人同居试婚 无奈明金城的病情不稳定 交往两年后也无疾而终 直到47岁遇到真命天女才结婚 好不容易喜获双胞胎 如今还没满月 明金城却因心肌梗塞洒手人寰 让亲友都悲痛不疑 记者综合报导 还要来关心这样的消息 真的是让外界相当的震惊 这是导演明金城 在昨晚间传出疑似心肌梗塞奏事 享年51岁 好根据了解呢 当时他明金城 仍是在月季中心里面 因为身体不是紧急送医 但还是宣告不治 而让人难过是他脸书呢 最后一篇贴完 停留在除戏夜 只见当时他就感动发文的说 人生第一次呢 月子中心吃年夜饭 他还说家人在哪里 哪里就是家 那么之所以让他感慨万千 主要就是因为明金城 他跟太太两个人相差了六岁 2017年结婚之后 一路是砸了百万元 做了十次的人工升职 好不容易求己成功 生下龙凤胎 甚至可以说呢 太太生产过程是相当的艰辛 当时是在鬼门关前走了两回 原本的月产其实在2月4号 小不了1月19号到医院去产检 结果就被刘苑来观察 隔天紧急剖腹 那么甚至过程当中 还因为这个血酸的关系 书写了十二代 他说自己当时哭到天荒地老 幸好最后母子均安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如今明金城奏事 独留太太和出生 才二十天的双胞胎 二零二二有可爱龙凤胎陪过年 导演明金城幸福模样藏不住 一月二十二号才开心宣布 升格当双宝霸 不料二月八号在月子中心 突然心肌梗塞 送医不治 享年五十一岁 打开脸书 满满双宝记录 明金城囚子一搏三折 花了将近五年时间 砸上百万做十次试管 才迎来龙凤胎到来 还心疼老婆向宝宝们喊话 一定要好好孝顺妈妈 没想到没等孩子长大 当爸只有短短二十天 从此与亲友天人勇格 他在拍戏的时候 那个现场是 开心 和乐融融 然后也很难得 就是导戏的时候 有个导演在那个现场 就说 诶 据了解明金城大体 目前放置二宾 后续将由好友 妥宗康屈中恒等人处理 而老婆佩提为母则强 顾不得剖腹还没痊愈 开始处理后事 受到疫情影响 倾向值班佳绩 这是姐姐 姐姐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除夕夜双宝拜年 成了明金城最后贴文 不止粉丝满满不舍 与明金城有二十八年交情的 艺人六月也连夜赶到医院 不敢置信说 她好像睡着一样 而与她阴系结缘的女星 林依晨也很震惊 艺人好友纷纷发文悼念 这是才刚发出当爸喜讯 如今却传出噩耗 也让人不声唏嘘 记者综合报道